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增进劳工退休生活保障 加强劳固关系 促进社会及经济发展 特制定本条例 劳工退休金事项 优先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未规定者 适用其他法律之规定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劳动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 市 为县 市 政府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劳工 雇主 事业单位 劳动契约 工资及平均工资之定义 一劳动机准法第二条规定 第四条 中央主管机关为劳工退休基金之审议 监督 考核以及有关本条例年金保险之实施 应组成劳工退休基金监理委员会 以下称监理会 监理会应独立行使职权 其组织 会议及其他相关事项 另以法律定之 监理会成立后 劳动机准法第五十六条第二项 规定劳工退休基金管理业务 归入监理会统筹办理 第五条 劳工退休基金支收支 保管 质纳金支加贞及罚还处分等业务 由中央主管机关委任劳工保险局 以下称劳保局 办理支 第六条 雇主应为适用本条例之劳工 按月提交退休金 储存于劳保局 设立之劳工退休金 个人专户 除本条例另有规定者外 雇主不得以其他自定之劳工退休金办法 取代前项规定之劳工退休金制度 第二章 制度之适用于衔接 第七条 本条例之适用对象为适用劳动机准法之下列人员 但依私立学校法之规定提拨退休准备金者 不适用之 一 本国籍劳工 二 与在中华民国境内设有户籍之国民结婚 且或准居留而在台湾地区工作之外国人 大陆地区人民 香港或澳门居民 三 钱款之外国人 大陆地区人民 香港或澳门居民 与其配偶离婚或其配偶死亡 而依法规规定得在台湾地区继续居留工作者 本国籍人员 前项第二款及第三款规定之人员 具下列身份之一 得自愿依本条例规定提缴及请领退休金 一 实际从事劳动之雇主 二 自营作业者 三 受委任工作者 四 不是用劳动机准法之劳工 第八条 本条例施行前已适用劳动机准法之劳工 于本条例施行后仍服务于同一事业单位者 得选择继续是用劳动机准法之退休金规定 但于离职后再受故时 但于离职后再受故时 应适用本条例施行后已转民营 公务员兼具劳工身份者继续留用 得选择是用劳动机准法之退休金规定或本条例之退休金制度 第八之一条 第七条第一项第二款 第三款人员及于中华民国九十九年七月一日后使取得本国籍之劳工 于本条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条文施行之日起 应适用本条例之退休金制度 但其于修正之条文施行前已受故且人服务于同一事业单位 于修正之条文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 以书面向雇主表明继续适用劳动机准法之退休金规定者 不在此限 前项人员于修正之日起 于修正之日起 于修正之条文施行前已受故且人服务于同一事业单位者 准用前项但书规定 成一前二项规定向雇主表明继续适用劳动机准法之退休金规定者 不得再便更选则适用本条例之退休金制度 劳工一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适用本条例退休金制度者 其适用本条例前之工作年资一第十一条规定办理 雇主因为一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适用本条例退休金制度之劳工 向劳保局办理提交手续 并致迟于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 第九条 雇主因自本条例公布后制施行前一日之期间内 就本条例之劳工退休金制度及劳动机准法之退休金规定 以书面征询劳工之选择 劳工借其未选择者 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继续适用劳动机准法之退休金规定 劳工选择 劳工选择继续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适用劳动机准法之退休金规定者 于五年内人得选择适用本条例之退休金制度 雇主因自劳工 依下列规定向劳保局办理提交手续 一 依第一项规定选择适用者 应于本条例施行后十五日内申报 二 依第二项规定选择适用者 应于选择适用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 三 本条例施行后新成立之事业单位 应于成立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 第十条 劳工适用本条例之退休金制度后 不得再变更选择适用劳动机准法之退休金规定 第十一条 本条例施行前已适用劳动机准法之劳工 于本条例施行后 仍服务于同一事业单位 而选择适用本条例之退休金制度者 其适用本条例前之工作年资 应于保留 前项保留之工作年资 于劳动契约依劳动基准法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 但书 第十四条 第二十条 第五十三条 或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规定终止时 雇主应依各法规定 以契约终止时之平均工资 既给该保留年资之资遣费或退休金 并于终止劳动契约后三十日内发给 第一项保留之工作年资 于劳动契约存续期间 劳固双方约定已不低于劳动基准法第五十五条 及第八十四条 之二规定之给与标准结清者 从其约定 公营事业之公务员兼具劳工身份者 于民营化之日 其移转民营前年资 移民营化前原事用之退休相关法令领取退休金 但留用人原应停止其领授月退休金及相关权利 致离值时恢复 第十二条 劳工适用本条例之退休金制度者 适用本条例后之工作年资 于劳动契约依劳动基准法 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 但书 第十四条 及第二十条 获值业灾害劳工保护法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规定终止时 其资遣费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资 每满一年发给两分之一个月之平均工资 为满一年者 以比例计给 最高已发给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 不是用劳动基准法第十七条之规定 依前项规定计算之资遣费 应于终止劳动契约后三十日内发给 选择继续是用劳动基准法退休金规定之劳工 其资遣费与退休金依同法第十七条 第五十五条 及第八十四条 之二规定发给 第十三条 为保障劳工之退休金 雇主应依选择适用劳动基准法退休制度与保留适用本条例前工作年资之劳工人数 工资 工作年资 流动率等因素精算其劳工退休准备金之提拨率 继继继续依劳动基准法第五十六条第一项规定 按月于五年内足额提拨劳工退休准备金 以作为支付退休金之用 劳固双方依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 约定结清支退休金 得自劳动基准法第五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之劳工退休准备金 专户之应 依第十一条第四项规定应发给劳工之退休金 应依供营事业移转民营条例 第九条规定办理 第三章 退休金专户之提拨与请领 第十四条 雇主应为第七条第一项规定之劳工负担提拨之退休金 不得低于劳工每月工资6% 雇主得为第七条第二项第三款或第四款规定之人员 于每月工资6%范围内提拨退休金 劳工得在其每月工资6%范围内 自愿提拨退休金 其自愿提拨部分 得自当年度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全数扣除 前项规定 于依第七条第二项规定自愿提拨退休金者 准用之 前四项锁定每月工资 由中央主管机关拟订阅提拨工资分级表 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第十五条 于同一雇主或一第七条第二项 前调第三项自愿提拨者 一年内调整劳工退休金之提拨率 以二次为限 调整时 雇主应于调整当月底前 填据提拨率调整表通知劳保局 并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其提拨率计算至百分率小数点第一位为限 劳工之工资 第一项锁定劳工申报月提拨工资不时或未依前项规定调整月提拨工资者 劳保局查证后得进行更正或调整之 并通知雇主 且速自提拨日或应调整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第十六条 劳工退休金自劳工到职之日起提拨至离职当日止 但选择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适用本条例之退休金制度者 其提拨自选择适用本条例之退休金制度之日起至离职当日止 第十七条 一第七条第二项自愿提拨退休金者 由雇主或自营作业者向劳保局办理开始或停止提拨手续 并按月扣 收缴提拨数额 前项自愿提拨退休金者 自申报自愿提拨之日起至申报停止提拨之当日止提拨退休金 第十八条 雇主应于劳工到职、离职、复职或死亡之日起七日内 列表通知劳保局办理开始或停止提拨手续 第十九条 雇主应提拨及收取之退休金数额 由劳保局善据缴款单于4月25日前寄送事业单位 雇主应于再次月底前缴纳 劳工自愿提拨退休金者 由雇主向其收取后 连同雇主负担部分 向劳保局缴纳 其退休金之提拨 自申报自愿提拨之日起至离职或申报停缴之日止 雇主未依限存入或存入金额不足时 劳保局应限其通知其缴纳 自营作业者之退休金提缴 应以劳保局指定金融机构办理自动转账方式缴纳之 劳保局不令计发缴款单 第20条 劳工留职停薪 入伍服役 应按停职或被羁押 未经法院判决确定前 雇主应于发生事由之日起7日内 以书面向劳保局申报停止提缴其退休金 劳工复职时 雇主应以书面向劳保局申报开使提缴退休金 应按停职或被羁押 劳工复职后 应由雇主补发停职期间支工资者 雇主应于复职当月之再次月底前补提缴退休金 第21条 雇主提缴至金额 应每月以书面通知劳工 雇主应制备雇佣劳工名册 其内容包括劳工到职、离职、出勤工作记录、工资、 每月提缴记录及相关资料 并保存至劳工离职之日起5年止 劳工依本条例规定选择适用退休金制度相关文件之保存期限 依前项规定办理 第22条 删除 第23条 退休金之领取集计算方式如下 1.月退休金 劳工个人之退休金专户本金及累积收益 依据年金生命表 以平均余命及利率等基础计算所得之金额 作为定期发给之退休金 2.一次退休金 1.一次领取劳工个人退休金专户之本金及累积收益 2.一次领取劳工个人退休金专户之本金及累积收益 1.本条例提缴之劳工退休金运用收益 不得低于当地银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 如有不足由国库补足之 1.第一项第一款所称年金生命表 平均余命 利率及金额之计算 由劳保局拟定 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 第24条 劳工年满60岁 工作年资满15年以上者 得请领月退休金 但工作年资未满15年者 应请领一次退休金 前项工作年资采计 以实际提缴退休金之年资为准 年资中断者 其前后提缴年资合并计算 劳工不是用劳动基准法时 予有第一项规定请行者 使得请领 第24之一条 劳工领取退休金后继续工作者 其提缴年资重新计算 雇主仍应依本条例规定 提缴劳工退休金 劳工领取年资重新计算之 退休金及其收益次数 一年以一次为限 第24之二条 劳工未满60岁 有下列情形之一 其工作年资满15年以上者 得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 但工作年资未满15年者 应请领一次退休金 1. 领取劳工保险条例 锁定之失能年金给付或失能等 及3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给付 2. 领取国民年金法锁定之身心障碍年金 给付或身心障碍基本保证年金给付 3. 非属前二款之被保险人 符合得请领第一款失能年金给付或一次失能 给付之失能种类状态及等级 或前款身心障碍年金给付或身心障碍 基本保证年金给付之障碍种类 项目及状态 1. 前项请领月退休金者 由劳工决定请领之年限 第25条 劳工开始请领月退休金时 应一次提缴一定金额 投保年金保险 作为超过第23条 第三项锁定平均于命后之年金 给付之用 前项规定提缴金额 提缴程序及承保之保险人资格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26条 劳工于请领退休金前死亡者 应由其遗署或指定请领人 请领一次退休金 以领取月退休金 劳工于未借第23条 第三项锁定平均于命前死亡者 停止给付月退休金 其个人退休金专户节算胜于金额 由其遗署或指定请领人领回 第27条 一前条规定请领退休金 遗署之顺位如下 1. 配偶及子女 2. 父母 3. 祖父母 4. 孙子女 5. 兄弟 前相遗署同一顺位有数人时 应共同聚领 如有未聚名之遗署者 由聚领之遗署负责分配之 如有死亡或抛弃或因法定 是由丧尸继承权时 由其余遗署请领之 但生前预立遗嘱指定请领人者 从其遗嘱 劳工死亡后无第一项之遗署或指定请领人者 其退休金专户支本金及累积收益 应归入劳工退休基金 第28条 劳工或其遗署或指定请领人 请领退休金时 应填据申请书 并减付相关文件向劳保局请领 相关文件之内容及请领程序 由劳保局定之 请领手续完备 经审查应与发给月退休金者 应自收到申请书次月起案即发给 其为请领一次退休金者 应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发给 劳工或其遗署或指定请领人 请领之退休金结算基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一项退休金请求权 自得请领之日起 因五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第二十九条 劳工之退休金及请领劳工退休金之权利 不得让与扣押 抵消货工担保 劳工依本条例规定 请领月退休金者 得检据劳保局出具之证明文件 于金融机构开立专户 专供存入月退休金之用 前项专户内之存款 不得作为抵消 扣押 供善保或强制执行之标的 第三十条 雇主应为劳工提缴至金额 不得因劳工离职 扣留劳工工资作为赔偿 或要求劳工缴回 约定离职时应赔偿或缴回者 其约定无效 第三十一条 雇主为依本条例之规定 按月提缴或足额提缴劳工退休金 致劳工受有损害者 劳工得向雇主请求损害赔偿 前项请求权 自劳工离职时起 因五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第三十二条 劳工退休基金之来源如下 一 劳工个人专户之退休金 二 基金运用之收益 三 收缴之至纳金 四 其他收入 第三十三条 劳工退休基金除作为给付劳工退休金 及投资运用之用外 不得扣押 供担保或一座他用 其管理 运用及盈亏分配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拟定 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劳工退休基金 劳工退休基金之经营及运用 监理会得委托金融机构办理 委托经营规定 范围及经费 由监理会拟定 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之 第三十四条 劳保局对于劳工退休金及劳工退休基金之 财务收支 应分户立账 并与其办理之其他业务分开处理 其相关之快计报告及年度决算 应依有关法令规定办理 并提监理会审核 劳工退休基金之收支 运用及其积存金额 应按月提监理会审议并报 请中央主管机关被查 中央主管机关应按年功告之 第四章 年金保险 第三十五条 事业单位雇用劳工人数200人以上 经工会同意 或无工会者 经劳资会一同意后 得为以书面选择投保年金保险之劳工 投保符合保险法规定之年金保险 前项选择投保年金保险之劳工 雇主得不一第六条第一项规定为其提交劳工退休金 第一项锁定年金保险之收支 核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事业单位采行前项规定之年金保险者 应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第一项年金保险之平均收益率不得低于第23条之标准 第35之一条 保险人应依保险法规定专设账簿 记载其投资资产之价值 劳工死亡后无以署或指定请领人者 其年金保险退休金之本金及累计收益 应归入年金保险专设账簿之资产 第35之二条 实施年金保险之事业单位内适用本条例之劳工 得以一年一次违宪 变更原适用之退休金制度 改为参加个人退休金专户或年金保险 原以提存之退休金或年金保险费 继续留存 雇主应于劳工书面选择变更之日起 15日内减负申请书向劳保局及保险人申报 第36条 雇主每月负担之年金保险费 不得低于劳工每月工资6% 前向雇主应付担之年金保险费 及劳工自愿提缴之年金保险费数额 由保险人善拒缴款单于次月25日前寄送事业单位 雇主应于再次月月底前缴纳 雇主应提缴保险费之收缴情形 保险人应于缴纳期限之次月7日前通知劳保局 劳工自愿提缴年金保险费者 由雇主向其收取后 连同雇主负担部分 向保险人缴纳 其保险费之提缴 自申报自愿提缴之日起至离职 或申报停缴之日值 雇主与其未缴纳年金保险费者 保险人应即进行催收 并限其雇主于应缴纳期限之次月月底前缴纳 催收结果应于再次月之7日前通知劳保局 第37条 年金保险之契约应由雇主担任要保人 劳工违背保险人 劳工违背保险人及受益人 事业单位以向益保险人投保为限 保险人之资格 由中央主管机关汇同该保险业务之主管机关定之 第38条 劳工离职后再就业 所属年金保险器 约应由新雇主担任要保人 继续提缴保险费 新旧雇主开办或参加之年金保险提缴率不同时 其差额由劳工自行负担 但新雇主自愿负担者不在此线 前项劳工之新雇主未办理年金保险者 应依第6条第一项规定提缴退休金 除劳雇双方另有约定外 所属年金保险契约之保险费由劳工全额自行负担 劳工无法提缴时 年金保险契约之存续 医保险法及各该保险契约办理 第一项劳工离职在就业时 得选择由雇主依第6条第一项规定提缴退休金 劳工离职在就业 前后适用不同退休金制度时 选择移转年金保险之保单价值准备金至个人退休金专户 或个人退休金专户之本金及收益至年金保险者 应全额移转 且其已提缴退休金之存储期间 不得低于4年 第39条第7条至第13条第14条第二项至第5项第15条第16条第20条第21条第24条第24条之一第24条之二第27条第1项第2项第29条至第31条规定 于本章锁定年金保险准准用之 第5章监督及经费 第40条 为确保劳工权益 主管机关 劳动检查机构或劳保局必要时得查对事业单位劳工名册及相关资料 劳工发现雇主违反本条例规定时 得向雇主 劳保局 劳动检查机构或主管机关提出申诉 雇主不得因劳工提出申诉 对其做出任何不利之处分 第41条 受委托运用劳工退休基金之金融机构 发现有意图干涉 操纵 指示其运用或其他有损劳工利益知情事者 应通知监理会 监理会任有处置必要者 应急通知中央主管机关采取必要措施 第42条 主管机关 监理会 劳保局 受委托之金融机构及其相关机关 团体所属人员 除不得对外公布业务处理上之秘密或谋取非法利益 并应善尽管理人中成义务 为劳工及雇主谋取最大之经济利益 第43条 监理会及劳保局筹办及办理本条立规定行政所需之费用 由中央主管机关编列预算之应 第44条 劳保局 办理本条立规定业务之一切账策 单据及业务收支 均免课税捐 第6章 罚则 第45条 受委托运用劳工退休基金之机构违反第33条 第二项规定 将劳工退休基金用于非指定之投资运用项目者 储薪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还 中央主管机关并应限期令其附加利息归还 第46条 保险人违反第36条第二项规定 未于其限内通知务保局者 处薪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还 并按月连续处罚至改正为止 第47条 第47条 事业 事业 事业单位违反第40条规定 拒绝提供资料或对提出申诉劳工为不利处分者 储薪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还 第49条 第49条 雇主违反第8条之1第5项 第9条 第18条 第20条第1项 第21条第2项 第35条之2或第39条规定 未办理申报提供 停缴手续 制备名册或保存文件 经限其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储薪台币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还 并按月处罚至改正为止 第50条 雇主违反第13条 第1项规定 未继续按月提拨劳工退休准备金者 储薪台币2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还 并应按月处罚 不是用劳动机准法第79条 第1项 第1款之罚还规定 主管机关对于前项 应执行而未执行时 应以公务员考基法令相关处罚规定办理 第1项收缴之罚还 规入劳动机准法第56条 第2项劳工退休基金 第51条 雇主违反第30条或第39条规定 扣留劳工工资者 储薪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还 第52条 雇主违反第15条第2项 第21条第1项或第39条申报 通知规定者 储薪台币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还 第53条 雇主违反第14条第1项 第19条第1项或第20条第2项规定 未按时提缴或缴足退休金者 自其献戒满之次日起至顽缴前一日至 每于一日加珍其应提缴金额百分之三至至纳金至应提缴金额之一倍为止 前向雇主欠缴之退休金 经献其命令起缴纳 与其不缴纳者依法移送强制执行 雇主如有不服 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济 雇主违反第36条及第39条规定 未按时缴纳或缴足保险费者 处其应付单金额同额之罚还 并按月处罚至改正为止 第一项及第二项之规定 素自中华民国九十四年七月一日生效 第五十四条 依本条例加珍之至纳金及所处之罚还 受处分人应于收受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借其为缴纳者依法移送强制执行 第三十九条锁定年金保险之罚还 处分及强制执行业务 委任劳保局办理之 第五十五条 法人之代表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自然人之代理人或受雇人 因执行业务违反本条例规定 除以本章规定处罚刑为人外 对该法人或自然人并应处以各该条锁定之罚还 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对于违反之发生 以尽力为防止行为者 不在此限 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教唆或纵容 违违反之行为者 以行为人论 第七章 负责 第五十六条 事业单位因分割 合并或转让而消灭者 其机欠劳工之退休金 应由受让之事业单位当然承受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施行细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后一年施行 本条例修正条文除以令定施行日期者外 自公布日施行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为者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为者